吉安相公所为了解决困扰已久的环境问题 特别赤兹采购了不少的监视器 要遏止民众乱丢垃圾 还有清洁队员也持手持的行动摄影机 只要看到毛小孩随地的排泄 确定有人饲养就会取缔开阀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一同来重视环境的整洁 一名杯子背包的男子 把车停在河堤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但计程车才经过就立马转头分离一挥 饮料罐直接飞进对面草丛 这个黑衣男子更是夸张 骑着机车摇摇晃晃放慢速度 眼看四下无人随手一抛 一包垃圾就被丢弃在路边 还有人没有管好家中毛小孩 放任四处游走 大大方方把排泄物留在路上 清洁人员拿着摄影机一路跟随 就是要找出他的主人是谁 有一些民众贪图方便 那在经过一些小巷道 比较没有人看见的地方 就会把垃圾随地一丢 会造成我们在环境上的污染问题 那我们也在这边要呼吁所有的乡亲 我们垃圾车在行驶的时间 大概都是下午四点半以后就出车 一直到每一村收完垃圾以后才会收工 那平常的时间在我们清洁队对本部这边 我们有准备垃圾车 给民众来丢弃垃圾 其实我们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大概都十来件 那从今年的一月到现在 应该也超过四十件以上 那这些都是 其实有很多都是重复性的民众习惯性丢弃 那往往我们抓到他第一次 可能过几天以后 我们发现画面上面又是同一个人 又丢了第二次 那通常我们是按次来处 狗变的部分因为取地上比较困难 那我们要从狗他开始大变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跟拍 一直拍到他回到他家里 把整个画面连贯起来 垃圾到处乱丢 竟然相公所办起柯南 解决环境障乱 光是在去年 以监视器画面追人 就逮到上百件违规的民众 今年加码 更是拿起行动摄影机跟拍 能立刻捕捉丢垃圾的瞬间 清洁队也呼吁相亲 不要心存侥幸乱丢垃圾 不管多偏僻小心电眼就在身边 如果被抓到 可以依法开罚1200至3万元 别为了贪图意识方便 伤了荷包也破坏环境整洁 记者 许立琴 吉安相报导